人不可貌相啊 萬一他是什麼世外高人呢 小啰嗦 快說說剩下那三個人 這三個人呢 都比較可疑 一個叫鄭二牛 是個無賴 一向好打架鬥殴 一個叫劉福 是個賭棍 成天游手好險 這種人就是沒行凶 也該死 那第三個呢 鼎鼎可疑的就是這個 他叫趙黑子 是個光棍漢 有渾身的力氣 以前開過鐵匠鋪 會打鐮刀斧子 還有立杖頭 過去還會打刀 這兩年呢 趙黑子自稱打鐵的時候 拉伸了胳膊 改賣麻鞋了 他是天天賣嗎 逢急才賣 要賣也是半日 好 那那個趙黑子家在哪裡 嗯 就在城荒廟北不遠 這全部都在你紙上期限了嗎 嗯 很奇怪嗎 讓那群乞丐監視鄭二牛和劉福 一旦發現可疑之處馬上告訴我 趙黑子怎麼辦 你親自去監視 是 小服員奏命 將軍 你看啊 崇荒廟 到沈家大院 東關這一帶 可疑的青鑽男子共有三名 一個叫張二牛 一個叫劉福 一個叫趙黑子 他們都是什麼來路 別之前說一下這個張二牛吧 張二牛這個人是個無賴 平時喜好打架鬥歐 趙黑子曾經做過鐵匠 從兇手善於製刀具這點來看 趙黑子的嫌疑是最大的 北至打算 派人分別叮囑這三個人 暗中觀察 這裡就是趙黑子的家 燈還亮著 他好像並不方便 大人 諸位大人 你怎麼了 北至斷定 諸位大人今晚必然會有行動 所以為保萬物一失 特大人前來相助 來 多此一舉 卑職著實是為大人安危著想了 既然來了 大家四處埋伏 切不可驚動著黑子 是 報 不好了 難免發現幾個可疑之人 北面來了幾個可疑之人 好像把咱們包圍了 保護大人 快走 你會這麼講話的 想到擺嗎 好像是棺拆 棺拆拆不棺 中手 滾 快手 你把他打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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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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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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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是你 这个想要犯人 感情都是老头人啊 你 放了他 你究竟是何人 莲大侠 谢大人危机已过 如今仍是谢大人 还记得莲某 这个江湖浪子 我记得你这双眼睛 原来我们早就认识了 你就是 雨夜客栈中的那位老者 是你 不错 雨夜客栈 莲某 曾追杀盗贼马三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但不知兄台集结众多乞丐 深夜到此 所为何来 本想捉拿连环杀人犯 没想到 被你们搅了局 分明是你前来搅局 我看你生来就是个搅局的人 即便如此你又能奈我何 官府办案 岂容你插手 莲大侠行侠仗义 真是令人佩服 捉拿凶犯一事 自有本官查办 莲大侠就不必劳神了 你们官府的人向来靠不住 莲某若不插手 你们修处 què 做的 3 7 9 10 9 1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看 昨夜在他家门口一场混战 任谁都给吓跑了 不错 单凭赵黑子逃跑一事 很难断定他就是凶手 凶手要不是赵黑子 刘福和郑耳牛之间必有其一啊 我们迟迟不动手 要是让那个姓莲的想了先 我们可就难堪了 连大侠 好消息啊 存鬼是个疯子 官府的人已经把他放了 哦 哦 哦 那个谢大人居然料事如神 别敢看人知情灭自己为父 你看我打扮得这么花枝张展的 就不能多看我两眼吗 你这是要出嫁 什么出嫁呀 我这分明是去当替死鬼吗 如此打扮 我也就不必出手了 你是说 我演不出凶手 估计多半的凶犯呢 会被你给 吓死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 我太惊艳了 简直就是偏若惊鸿 碧月羞花 罢货我是吧 我不在乎 你这样打扮过于招摇 也许会适得其反 你是说 再让我打扮丑点 可是我已经够宿面朝天了呀 因为我怕那个凶手飞离我 你我暗中保护你 你怕什么 那可不行 我小伯爷可是清清白白女儿身 如果头敌不成十把米 你连大侠也是赔了妇人又折兵 简直是 风马牛不相机 我再问你个问题啊 如果我死了 你会不会到坟前哭啊 少说这些不吉利话 不行 你必须回答我 会不会到坟前哭啊 你一贯行为不端 若有不测呢 也算是善终 连谋自当到你的坟前祭奠 这么不情愿 那我再问你一句 你打算在我的墓碑上写什么 不会就是小伯爷之墓几个字吧 那还要这么写 你自个儿琢磨去吧 猎女小伯爷 你 喂 吃 吃 你 吃 叔叔 chen 我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就是人人 魂风丧胆的连环杀手 给我发老实点 你想干什么 少跟我装糊涂 我真的不知道 大爷我可 好几年没杀人了 只要你乖乖听话 大爷保你不死 你 你舍得杀我吗你 我比你前头杀的人漂亮多了 你看出来 你不舍得杀我吗 姑奶奶 姑奶奶可不放过你 你怎么来了这么快呀 我怕你会有闪失 我能有什么闪失 有闪失的是他 大人 捕快门已经抓住了赵黑子 人就在外面 好 老实点 林大侠 谢大人 这是 我们抓到了凶手 我们赢了 如果两位真的抓到了凶手 那本官当亲自为你们庆功 庆功就免了 指望谢大人收押凶手 告辞 且慢 本官这里也抓到了赵黑子 待本官审过之后 再做定论也不迟 也好啊 那连某就凑个热闹 你可是赵黑子 小子正是 昨夜你为何逃脱 又去了何处 小子昨晚刚向西灯歇息 突然听见门外传来打斗声 小的害怕 就跳窗跑了 小的去亲戚家躲避了半日 没想到一回城 就被捕快抓了 把扇子捡起来 本官便放了你 用右手 我要你再见 他不是凶手 为什么 据查赵黑子因打铁过猛 拉伤了右臂 我刚才试探于他 他不但手臂无力 连手指屈身都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又怎能持刀杀人呢 谢大人果然高明 他这义高明不要紧 我们赢定了 非之不敢苟动 也许是他早有所料 故意装的呢 要是小的知道会被抓 那我还回来干嘛 既然秦将军有所怀疑 那就当场验证 月仙 回大人 赵黑子的右臂确实残了 秦将军 这次可以释然了吧 右臂残了 要是用左臂呢 你这简直是胡脚蛮缠 秦将军没有看到验尸结果 也难怪会如此猜测 婴娘身上的伤口 大多数都在左胸 赵黑子 你可以回家了 多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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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大人 莲某也要告辞了 莲大侠 不想看看本官如何审理吗 既然赵黑子不是凶犯 那我们秦来的这个 就必定无疑了 莲某也不必看 莲大侠不要如此信急 待本官审过之后 我们才能定输赢 在场各位正好做个见证 当官的 我们要是赢了 你可得请我们喝酒 这钦差大人请客 还是头一遭呢 好 你姓甚名谁 家住哪里 小人吴小官 家住承熙 本官问话 你要如实讲来 免受皮肉之苦 前几日 婴娘被害 可是你行的凶 大人 小人可从来没杀过人啊 哎 刚才你还说你是个连环杀人凶手呢 那 那是小人信口胡宗 想借连环杀手的名号出来吓唬人 没想到 这女的比连环杀手还凶 你敢说孤奶奶凶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持刀拦路 一语何为 大人 这事实在是说不出口 你既能做得出来 又为何说不出口 这 我看你面红耳赤 必有难言的苦衷 只要你从始讲来 本官自会对你从轻发落 是大人 不怕各位大人笑话 小人的媳妇董事 是个老虎啊 整天对小人忽来唤去的 小人和他打 又不是他的对手 想休了他吧 却又不敢 原来是个怕老婆的 你如此拒内 又怎敢出来行凶 他对小人动作也就罢了 还不让小人和他亲近 常年累月 谁能受得了啊 小人也是个 有七情六欲的人啊 小人欲火分身 这才动了歹念 没想到 却碰到这个丑妇 你 你说姑奶奶我丑 那你刚才 不是还想调戏我吗 郡的哪那么容易找啊 丑就丑吧 叶总比没有强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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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口无凭 本官要派人查证才可定论 青天大老爷 你饶了小人吧 这事要让我媳妇知道 回去又是一顿暴打 让你长个记性 看你还敢不敢 小人已经被他欺负得够惨的了 大人要找证据 小人现在就给你看 旷四 大堂之上 旷易解怠 成何体统 哎呦羞死人了 大人请看 这是掐的 这是烧骨棍烫的 还有胳膊上 腿上还有 哎 免了 穿上衣服 谢大人 小人要是杀人不眨眼 怎能让媳妇欺负成这样 请大人明断 你持刀行凶未遂 已触犯刑律 本官念你释出有因可怜可憎 待查明真相之后 自会从轻论处 谢青天大老爷 带下去 是 谢青天大老爷 莲大侠 你可还有什么意义 既然这两个人都不是真凶 那么你我只不过是交了个平手而已 集凶一事 莲某自会奉陪到底 莲大侠虽被抓住真凶 但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本官还要谢你 区区小事合足挂齿 莲某告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书 甚至随便 调查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朝其赏部分 关中国租投派 然后拜拜 想早些赶赴关州 易渡齐州美女风采 我偏不答应 你 你什么你 你个妈不自己卖件子衣串上啊 本姑娘可以帮你男扮女装 你真是无聊至极 哼 哼 你又喝上了 我没有跟你生气 你反倒生我的气了呀 你有什么气可生的 为了引用凶手 治我的性命于不顾 那你说我不该生气吗 人家一个小样半的尚且奋不顾身 我现在都要敬他三分了 他们是江湖人士 不计生死 你是大将军 还要效仿他们吗 休要狡辩 我真没想到 你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你速速离开 不要搅了我的酒性 还下诸颗令了 好 我走 走了你可别后悔 秦某巴不得图个清静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此话当真 你还要啰嗦到什么时候 那你看这是什么 我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就不打搅大将军的酒性了 告辞 慢着 还有什么事 既然你是有备而来的 不如我们即刻动身 现在 这大半夜的凶手都睡觉了 难道你现在让我 跑到街上大声去嚷嚷 我穿紫衣了 我穿紫衣了 去 妙龄女子讨你来也 敏儿穿了这身紫衣 还真是楚楚动人 一态万方啊 你们这是果真要去诱出凶手吗 为了早日破案哪 本姑娘豁出去了 也好 您二人在三角区域引诱凶手 我月仙和林捕头 我们呢也在附近巡查 正好有个照应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走 等一下 我们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们是一起的 所以等一下出去的时候 距离保持远一点 出了门再说 秦某等不及了 我走了 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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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见到敏儿穿女装了 她和秦将军一起 还真是般配 你这番话 若是让秦将军听到 只怕又有发脾气了 卖青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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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买点吧 您快点多还是青菜啊 卖青菜啊 姑娘 来点吧 不要不要 唐觅 唐觅 你怎么追上来了 有你怎么走不得了 我走错了吗 不能大不留心 别忘了 你现在是个女人 这叫什么话 我本来就是女人哪 你要装作淑女 一步三遥 弱不经风 不然凶手 怎么敢打你的主意呢 我不会 要不你学给我更换 我哪会 卖了卖了便宜了啊 看像她那样 像她那样走路 你让我死了算了吧 为了用出凶手 你就忍忍吧 早知道这样 我就拿绳子 把我的双脚给绑住 快点 我们分头行动 那 那 要是我走得不好 你可别笑唬我 啰嗦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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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她们也没招了 几个人啊 都在这样瞎晃悠呢 莲某找不到凶手 她们也休想找到 要不然我穿上紫衣 再办一次 上次弄巧成拙 反给人留下笑柄 看来这招也不大灵光啊 上次都因为我太精心打扮了 姐我才会引来肆磨的 这次我再打扮她丑点 咱们肯定能成功 此计不宜再用 我们另想办法 我看你能想出什么好办法 那 他们寻查 我们也寻查 你我二人分开行动 啊 什么 看一看啊 看一看啊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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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大半天了 肚子饿了 这儿有个粥铺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不妥 为什么不妥呢 人饿了还不让吃东西啊 如果凶手 发现我们两个在一起 你说 他还会上当吗 也许他现在 已经发现我们俩了 哪这么巧啊 你也不能草木皆兵吧 凶手奸诈得很 小心为妙 那可是我现在 肚子饿得咕咕叫 你说怎么办吧 你一个人吃吧 我在这盯着 亏你想得出来 谁让你肚子饿呢 你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让我看见 你一定要选择 带窗户的位子坐下 还有呢 还有就是 你吃饭时 要时刻留意 看看是否有可疑的人 你吃完饭 走出饭馆时 一定要自然 不能往我这里看 我不吃了行不行啊 这就对了 这 注意脚下 步子不能太大 步子不能太大 不是说分头行动吗 我怕你出什么意外 所以才来看看你啊 笑话 我连某能出什么意外 人家关心你嘛 真是的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走就冷冰冰的 你 你又干什么 原来谢大人他们也在此巡查 我们换个地方 怎么了 有个人好眼熟 难道是连亭妃 你干嘛总是阴着脸 两天了 我们都是无功而返 如何高兴得起爱 这除了洛阳啊 就没见你放过情 难道这一路上 还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吗 恕我直言哪 我觉得你这人实在是 太沉闷了 不给自己找一点乐趣 秦某对月饮酒 难道不是乐趣吗 一个人喝酒有什么意思啊 正好这个陕州驿馆的菜 我也吃腻了 不如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吧 秦某无辞雅兴 本姑娘请客 咱们呀 喝酒划拳 那是何等的快活啊 你还会划拳 我不会啊 但是你可以教我吗 划拳行酒乃是顽固子弟 世锦无赖之喜好 素为秦某所不逊 那 那我们就只喝酒呗 如果喝多了 明日咱们饮游凶犯 我少喝点 真要想喝酒 也等抓住凶手再说 站住 还有何事 明日我不去了 这又从何说起啊 没什么从何说起 说不去就是不去 翻手为云覆手为云 这就是女人哪 灯笼啊 来 灯笼 这字画啊 灯笼 大哥 请问一下梨花斑该怎么走 这梨花斑倒是经常听说 这样吧 你一直啊 往前走 到了路口左拐 走的头啊 你再打定打定 谢谢 不客气 大人 要不要跟着这女子 大人 我们人多 容易被凶手发现 你和月仙继续巡查 我和敏儿跟着 好 字画啊 看来啦 看来啦 看看啦 行人字画啊 莫非 他们又是观庄帮的人 糟了 我这是跑到哪儿了 怎么又跟着我 我一个人太没意思了 两个人还能热闹一点 要图热闹 你就不该跟着我 你别生气 我走不就行了吗 我去城隍庙 离你远远的 就会你满意了吧 那里人多 还是我去 免得你手脚又不老实 大侠 我早就金盆洗手了 风筝 卖风筝 卖风筝 卖风筝了啊 风筝 这位大哥 请问去梨花斑该怎么走啊 梨花斑哪 她们今儿啊 就在城隍庙那儿搭台唱戏呢 姑娘 你是要去看戏啊 不 我有个姐妹在梨花斑 原来是这个小妖精 你看啊 过了路口往右滚 然后再直走万里地 走了 你看那边啊 那边啊 然后就到了 谢谢 风筝 买风筝了 风筝 买风筝 莲大侠 你怎么又跟来了 你刚一走啊 那个姓蟹的就来了 那你换个地方巡查 我刚要走 那个林母头又来了 下一点 我没有杀了 刚才是要走 你从什么 900年代 没想到 住手 知 fluff p 买风筝 抝擂 住手 姑娘留步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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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正好 镇兄刚在此现行 往西北方向逃了 快追 是 孙队们 追 是 不知那个小蝎被害的 子依女是谁 她为什么要逃跑呢 我记住了她那双眼睛 那是一双 充满了恐惧的眼睛 熊熊往那边去了 追 好 追 快 跟上 恭喜大人 此案终于告破了 大胆凶犯 快报上名来 小人周禀 一向奉公守法 根本不是什么凶犯 本官亲眼见你 要持刀行凶 你还敢当面抵赖吗 持刀行凶 谁啊 我吗 请问我的刀在哪里啊 大人 没有 快把刀掉出来 免得着打 找不到东西就打人啊 那好啊 你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就算你们打死周某 也找不到你们想要的东西 你想找死啊 不可鲁莽 此人非同寻常 要让他认罪 恐怕要大费周承 我也要同感 周禀 今日在杀人现场将你抓获 休想抵赖 杀人现场 那请问我要杀的人 在哪里 你这一次杀人尾随 落落法网 还有什么可说的 杀人尾随 你的意思是说 我要杀人 但是又没有杀成 废话 请问我要杀 但是又没有杀成的那个人 在哪里 可恶 死到临头还想狡辩 将此人押回收监 是 带走 走 为什么不究低审问 押过去之后更难审了 没有那名紫衣女在场作证 恐怕她什么也不会承认 那个紫衣姑娘也太不懂事了 我们好些好意救了她 她连句道谢的话都没有 就跑了 大人 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 也没见过那个紫衣女子 我想那周禀 定是在逃跑途中 扔掉了凶器 林捕头 在 你马上带领属下分头去掌 那应该是一柄锋利的短刀 视为本案重要的物证 一定要找到 遵命 好 住 好 好 很习%,好 好 没有 好 好 Nu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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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请问这位大哥 一块办个洪秀姑娘 今天来了吗 你找谁 洪秀 洪秀姑娘 她今天没来啊 谢谢啊 恭喜大人 贺喜大人 大人真是料事如神 当场就把真凶给抓住了 下官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陈县令 不必如此 真凶洛王 乃天理使然 正所谓 天网恢恢 数而不漏 是是是 谢大人 下官还有个不情之请 请记 陈大人可是想要亲自审问案犯 哎呀 真是知我者谢大人爷 皆因下官在此案当中 有重大失误 下官想借此机会 将功补过 亡羊补牢 我想了解此案 给善州的百姓一个交代 省得百姓说你糊涂是吧 哎呀 知我者还有唐大人爷 现在真凶已经抓到了 其他的事宜不如下官去处理 谢大人 您亲命在身 还是早日启程吧 我看可以考虑 是是 月欣 你以为如何 陈大人奇质可嘉 但只怕这个犯人不好审 案子也不好结 我 我不 我这 大人 敬过各位大人 背着沿着周柄逃跑的路线寻找 找到了这把刀 哎呀 哎呀 真是太好了 谢大人 有了这个物证 下官一审便可了结此案 哎哎 老爷 怎么您要审 哎呀 你拉我干什么呀 莫非谢大人还信不过我 要真是这样 那下官就常跪不起了 哎 哎 慢着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啊 长延到南儿膝下有黄金 你怎么动不动就下跪啊 这不 陈县林 恳请钦差大人 也罢 本官就如你所愿 多谢钦差大人 那下官就告辞了 请便 是是是是 来人哪 准备升堂 大人 是不是该准备启程了 恐怕还不行 为什么 看来卑职是多此一问 既然大人早有准备 之前几件事情 都被大人说中了 卑职也只有遵命 哎 你可能是口不心不服吧 秦将军 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 接下来我要你前往大堂 看陈县林如何审问周炳 你不必参与 但陈之县要用刑 你一定要阻止 这个 好 我知道了 遵命就是 那你们 我们到周炳家里去看看 这又不是什么道歉 需要查找赃物 他去凶手家干嘛 稍后便知 什么叫不好审哪 我可告诉你 你这叫啰嗦 你们几个都给我听着啊 这个案子是证据确凿 好 本官我不出半个时审 定能把这个案子审个水落石出 否则也太没本事了 今日本官定能从案犯口中审出口供 要审不出来我就不信臣 我我我我我辞官 我我回家 我回家喂鸟去 李好爷您小点事 你这不是嚼我的性吗 承堂 带连环案杀人犯周炳 堂下人犯可是杀人凶手周炳 是 不是 到底是不是 小人是周炳 可周炳不是杀人凶手 休得狡辩 你是在作案的时候被当场抓获的 替正如山罪责难倒 来人 在 把那个当场紧获的兄弟 拿给他看看 是 周炳 你可看清楚了 这是何物啊 一把刀 一把磨得很快的刀 这把刀能杀死人哪 真聪明 你还真认识他是刀 可是我不知道这把刀是谁的 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这把刀是谁的 大人您看 这把刀上有名写他的名字 这明明就是你逃走的时候 在现场丢下的兄弟 是吗 那我怎么不知道 你 周炳啊周炳 你不知死活的东西 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 你还敢抵赖 我不明白 这个铁证和我周炳 有什么样的关系 大人 如果说这把刀是我扔的 那证据何在 这这这不需要证据 这不需要证据啊 此刀 就是你扔的 那我还说这把刀 是现老爷您扔的呢 你可恶 你去刁民了你 来人 大行伺候 是 请慢 秦差大人有令 不准动刑 我 退场 小人问过此处的里长 据说周炳的父母 已在两年前相继病故 这里只有周炳一人居住 那 我们进去看看 大人 我先把门砸开 还是先看看是否锁了门吧 是 大人 果真了事如神 并非了事如神 只不过 办事 要讲究个顺序 哎 就是 推不开再咋也不是嘛 奇怪 周炳外出 为什么不锁门呢 就让我们仔细看看 这个凶手的独居之所 或许能了解的更多 宰赫就成醉猫了 既不如人 自去其辱 我连某 今日算是栽在闪州了 哎 没这么严重 这次和解钦柴打的这个夺 我输得真没面子 他怎么就转过来这个弯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走 集合动身 好好 我马上收拾东西 离开这个破地方 站住 把大爷的随身之舞 启使你随便碰的 大爷 怎么称呼都变了 行行行 只要你高兴啊 叫你连大爷也行 我本来就是你的小跟班 小伙计 你说去哪儿吧 你我各走各的路两不相干 哎 你不是说再也不赶我走了吗 可我一看见你就会想起这件窝囊事 是 萍水相逢 尽是他乡之客 连某一向独往独来 就此各奔东西 至于吗你 保重 告辞了 连大侠 实话跟你说了吧 这事都是我的错 本来你能抓住凶手的 是我故意把你引开的 什么 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凶手要杀的这个死